接下来我们有一段话要送给你们 2024年1月12号 频道出现我们的第一支影片 从那时候开始 是我们的初亮相 抱怀着梦想的我们 决定在这里闯一闯 你们渐渐的认识我们 喜欢我们 并支持我们 8月4号是我们的第一场活动 看到现场有你们在 我们真的很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节目还没开始首播 你们去到场了 我们很牵信我们的决定 8月11台北大巨蛋 是我们人生第一次站上大巨蛋 而你们来记录我们的里程碑 8月23的微风之夜 说真的 我们很紧张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互相活动 有那么多的媒体记者在 不知道在现场的你们 觉得我们表现得怎么样 8月24节目首播 首播完之后 接着我们的第一次直播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人数可以破8000人 因为代表有8000人以上 在看我们第一集 我们觉得好不可思议 9月7号我们实现了直播的约定 请大家喝正奶 现场能来的你们 我们真的很开心 9月28 我们的第一场迷你演唱会 这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 但看到楼下的人潮 跟现场的你们 我们决定 要让你们不留遗憾地看我们表现 你们喜欢吗 10月13想不到我们可以在台北时装周 说真的 我们都没想过 紧接着我们开始有了大大小小的活动 10月26加158 10月27日相分一日店长 直到11月2号 我们当了Adan老师的嘉宾 记得我第一次在节目露脸 就是唱《想你》六次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 我会站着老师的演唱会一起表演 好多的不可思议 都在这里实现了 11月6号 我跟巨奇的一日店长 想不到我们会有两人的单独活动 我们是什么CP 你们那一次 11月9号 最近的男孩 是我们的家常演唱会 大家喜欢吗 结束后还有跟我们一起看首映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一起看节目过 这是第一次有你们陪我们一起看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11月17号的握手会 你们还喜欢吗 看到吹上我们的影片 有拍好拍满吗 会不会手机容量不足了啊 最后一集了 不知道 你们还喜欢吗 从8月24号首播 到11月30最后一集 这99天 是你们 看着我们哭 看着我们笑 看着我们成长 从今天开始的第一百天 就当作是属于我们的纪念日 谢谢你们陪着我们成长 我们在节目毕业了 未来的一百天 两百天 三百天 都要一直陪着我们哦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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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少年 不管全神